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三十六岁 辽宁人 沈阳歌剧院中专 声乐舞蹈专业 同志愿 您的外卖 谢谢 这是我的简历 好 这是外卖还是简历 一个外卖配着简历 你是做外卖的吗 我是做外卖的 其实弹钢琴有穿着滑服的 有手掌纷飞的 特别美的 但他弹出来的感觉是什么 是生活 就是艺术可以改变生活 就是你只要懂得美 你在每个岗位上 你都能让自己和别人美 特别好 谢谢 希望大家老师多给我 就是多讲讲我 就是说说我 就让我学习一下 紧张 来到飞泥幕署 真的很开心 我想寻找一个 就是我的梦想 我有个音乐梦 我叫李瑞峰 我三十六岁 我唱过一校 然后当过兵 然后就过酒吧歌手 唱石油工人 钻井一线工人 然后在北京做过生意 然后在横店拍戏 而现在是一个 横店送外卖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来寻找音乐梦 然后这个不干了 我是可以就是一边 骑着败卖 一边寻找我的音乐梦的 就是两个可以兼容 我们这是求职舞台 又不是梦舞台 反正我唱歌也不好 但是我就喜欢 就是喜欢唱歌 不是你这不是像 视频里面弹钢琴一样 也是跑到我们这弹一段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的 你先说一下 那段视频的前因后果吧 来来来说一说一下 那天就是送外卖嘛 其实他那个钢琴 我以前就知道 那个医院有钢琴 以前我就想去弹 然后那一天 我看四点 医院那地方 四点钟下可以弹琴 我就过去了弹了一首 你戴着头盔弹 你不学的那不方便吗 我是闭眼睛 就是有感觉的 挺有感觉的 那是幸福的感觉 其实我感觉 我的人生轨迹就是 有的时候可能挺好 很幸福去上去了 上去以后 就慢慢慢慢下来了 然后可能我再努力点 我又上去 比那个指尖高 但是这个下来的时候 可能比这还要低 就是上下上下 一直上一直下 那现在是下还是上 现在我感觉是 比以前幸福了现在好多 因为就挺开心的 就是特别想跟音乐 我有音乐梦 从小就有 从来没放弃过 不是你现在不是火了吗 抖音上你很火呀 你的微博故事点几率千万以上 做反诈骗宣传 参加电视节目 和朗朗大师PK钢琴 与李宇春毛不易谱 树谈台演出 这不都是你已经 你已经实现你的梦想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是感觉我没有流量呢 你觉得流量是什么 流量会多的话 就是这个人就是 辨识度很高 走大街上可能认识到 或者都是他的头条 什么的 就你的意思是流量就是人气 对 流量我想最终极目的 还是转化吧 变成钱吧 如果流量只是为了 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 这事就没什么价值 而且我觉得杜老师 您说了一个有点理想化 就是现在虽然很多人 都希望流量能变现 但是很多的有流量的主播 他也变不了线 你在读音乐多少粉丝 一千七百多 一千七百多 那个你最高的作品 播放量多少 最高的播放量 有一个九十万的 九十万的那个播放量 应该还不错啊 加了十几个粉丝吧 其实刚才你这样一个作品 要在我手上 稍微剪辑一下 这个作品的播放量 至少在两千万左右 你的梦想到底是流量 还是音乐 这个流量和音乐 可能是梦想 但是只要能让我唱首歌 我就感觉很开心 来 让我们来听一听 你自己感触最深的故事 我说说在北京做生意的吧 这个真实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喜欢唱歌 但到北京做生意 就可能跟了一个好弟弟 然后我们一起去歌厅嘛 然后我就深情地唱了一首 张学友的歌 每个人都在问我 到底还在等什么 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 难道还不够 然后当我唱完歌以后 没有一个拍手的 然后我弟弟他就拿麦克风声 唱那首葫芦娃 就是葫芦娃 葫芦娃 全场拍手鼓掌 但是我心一下就很伤心很伤心 事隔了两年 我也在做生意嘛 也在学习 我再次把那帮人叫在一起 我又唱那首张学友这首歌 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听 听完以后全场鼓掌 我感觉我做对了 嗯 就是尊严 其实你最大的梦想就是音乐吧 其实讲半天就秀 不只是音乐 舞蹈啊 钢琴都是秀 那你觉得你哪一个时刻 是你最接近 或哪一段时间 是你最接近的梦想 我十年前去过一次中央电视台 这个可幸运了 我干石油工人 然后我们大歌唱 其实是排倒地三 但是把我们就走央视去了 然后上台 我就求求那个主持人 我说我想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 然后就唱了四句话 就我们应该所有人都感受到 他内心的这种 这种开心是真的特别特别高兴 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这哥们到底想干什么 他来秀来了 这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个很好的收拾第一的节目的秀 你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不知道 刚才这个瑞丰啊 他最开心的状态是来自哪呢 是来自他接到央视的电话 让他上节目那个瞬间 而不是他在汉牛甲被干活的瞬间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心里的梦想是你想红 是 梦想到底让人快乐还是让人痛苦 追逐梦想的时候 他希望得到的是那个梦之后 那样的话他就经常会很很痛苦 但如果说他很享受追逐梦的过程 即使没有拿到那个结果 他也快乐 那他这整个的过程 就会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很快乐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的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啊 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是把刘迦开始 我的梦想像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我这很难 我的梦想是带领更多的像我这样 从底层过来 没有高修历吃过苦的人 找到自己人生有一片刻的高观时刻 每个人都闪亮一次 就像这样的人要 能不能成全他 找到一次15分钟或者15秒的闪亮 然后闪亮之后呢 闪亮之后就全部熄灭啊 因为我的梦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觉得我40岁的时候 才开始真正找到我的梦想 就是我想改变世界 但是 刚好松说大名校的学生是国之重器 就要改变世界 我从小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 但是我现在就想做 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我的梦想 就是我希望能改变 实实在在改变一代中国人的体制 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出息 因为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想 仗剑走天涯 但是都是因为工作太忙 没去成 什么叫仗剑走天涯 就是我想去 拿着钱出去旅游 全世界也好 或者全中国也好 然后呢 把我自己放在一些文化和风情里面 让我的余生呢 去走完 但是我没有改变世界的梦想 我是不谈论梦想啊 我是刚才在看到大家聊梦想的时候 我们有两次笑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难道不应该有改变世界的那一份 请不吝点赞 我 repairs 你不可以带一下 我哈哈 有一个大的梦想 挺幸福的 因为它会让你一直在坚持 我觉得你可能没搞清楚 你的梦想还是兴趣爱好 也是兴趣爱好 也是最后的梦想 兴趣爱好和梦想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你现在靠音乐 养活不了你的家庭 是 你怎么做 他说 再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我还出不来 我就不出来了 另外一个人 同样的问题问他 我觉得这辈子 就在酒吧里住畅 就这样过一辈子也行 这叫梦想 前面那个那才叫兴趣爱好 不是 我有一件真事 就是一个真事 我当兵的时候 我跟我一个战友说 我说你等我五年 我一定还给就是舞台一个奇迹 然后过了五年以后 他来找我 所以我还在一起 问我 等你五年了 奇迹呢 我说你再等我五年 又过了五年 第十五年 他又来找我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再等我五年 就是我会 已经17年了 梦想是没有期限的 梦想是一辈子 我有音乐梦 从小就有 从来没放弃过 咱不聊梦想了 你到底干嘛 哥们 我必须要问这个 具体岗位是歌手 还是什么什么 歌手 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 五千 你只做歌手吗 别的岗位考虑吗 策划 但我不懂策划 但是我喜欢 想一些事情 你是指活动策划吗 差不多 就是把很多 就连到一起 新媒体运营策划 不是可以吗 挺适合的呀 其实只要你有特点 是一定会被发现的 但是首先我觉得 先接纳现实 就是如果你现在 就要当歌手 就没有这个歌手的 岗位的话 其实你是很 很难有下一步的 我们记住 我们的节目 不是梦想秀 我们是找工作的 来第一轮选择 去货里 还有五盏灯 天生朋友 天生朋友 你准备什么 唱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打了很多比赛唱歌 根本就没赢过 因为我唱歌很一般 从来都没赢过 就是阴差阳错 那次做了石油工人 结果上了央视 唱了四句话 这首歌的一点点 我想这一次 把这首歌 就好好的唱完 预下了一阵夜 你还在那边 眼泪 纪念这多年 以前 让我们珍惜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快乐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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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就会与你相约 不会安静一点点 爱你一天天 每天做一些 证明我会陪你到永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唱歌的时候 感觉回到了婚礼现场 对啊 还不错 土老师 土老师 我给他现场写了一句小诗词 我让他现场的唱一下嘛 即兴唱 火 是这样的 我说一下 我们是外卖小哥 奔跑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汗流浃背 披心带月 只因为你在焦急的等我 只因为你在焦急的等我 谢谢 我试一下 黑人歌手 我们是外卖小哥 奔跑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汗流浃背 披心带月 只因为你在焦急的等我 只因为你在焦急的等我 你唱得好 哇 儿学的一半 好好啊 我觉得唱得 对 太棒了 我觉得上风一首不及格的歌 被唱得成了一百二十分 我问两个问题 问两个问题 你的外卖收入是多少 四千左右 为什么你是四千 别人是八千 你问题出在哪里 正常是可以多 因为我一天 就是时间可能会短一些 因为我需要点时间 去练练几条写写歌 我自己还会喜欢拍一些 更多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全职的外卖 而是一个半尖职的 抢单的时候 你不怎么抢的那种 我是从九点 早上九点半上线 干到晚上七点 好 这是第一件事 我知道你的状态了 第二件事 整个大东北 是中国网红的特产区 而且你身上是有才艺的 你比我看到的那个某手上面的很多网红 更具有可能走红的那个机会 那么两三年前 你为什么没有重视到互联网给你带来的这一次福利 因为我喜欢以我自己的方式 就有可能有的方式我喜欢 有的方式不代表它不对 但是我不喜欢 好 可以理解 那我们进入职场 请上课堂 父母说你都三十多了 在大城市工作又攒不下钱 还不如回老家单位上班 你该回去吗 我曾经回去过 我幼天工作就是我妈让我回老家上班 然后上了三年 我又出来了 然后她没回去 还想要自己的梦想 在职场里面 活下去是第一位的 可能你指了一条路 但是你未必会按照那条路走下去 你固执己见的想法 会量成大错 所有在职场里面的人 都是拿专业换一份工作 极少有人把兴趣爱好 变成工作了的 所以你是一个自恋型的人格 和表演型的人格 这也倒没错 但是自恋型和表演型人格的弱点在哪 就是我们更容易暴露我们的硬伤 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暴露在外面 不懂得收敛和隐藏 而且你刚才写那首歌很简单 C大调的歌很容易唱也很好听 我觉得挑走大路通罗嘛 你不要固执己见好不好 挑的会伤我 几十年了没有人说我对过 但我感觉这样我感觉更舒服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对了 我感觉我做的可能是错的 这跟大家一样 我是我觉得说特别对 其实刘佳说的我不同意 我觉得他不是哗中取宠 你也其实也不是想哄 我觉得你所追求的可能不是梦想 你所追求的是人最根本的需求 其实你想要的是被看见 被人关注 我在想 你说人们拥有 在拥有的时候 你好像都觉得他 他无足轻重不珍惜 可是他你看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每一个瞬间 恨不得把自己能燃尽了 这种 所以说他 不脚踏实地吗 做外卖 做油田工人 但是他抓住了每一个 可以让自己闪光的时刻 他真的把自己点燃了 今天我们谈论了好多的梦想 但是金山真的有一句私讯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还是很有启发的 叫至存高远 脚踏实地 所以其实你在脚踏实地 在送外卖 然后解决于生活的 当然我们要有梦想 但是我是觉得 实现梦想的这个路径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 不能说今天 我站在这个台上 说我的梦想 就会要绑架所有人 大家不能去批评你 甚至给你一些建议 伤害了你 如果你这么脆弱的话 我觉得你 离你的梦想 会越来越远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 你会操作办公软件吗 像Word 还有这个Excel PPT 这些会操作吗 会一点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其实你是一个情感 非常饱满 又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这个其实对你职场上 应该是一个加分的 但是呢 可能你一直都沉淀 在于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 和兴趣之中 你缺少专业的打磨 那我其实想给你开一扇门 所以在你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觉得其实 你可以考虑换一个行业 又能够去把你的特长发挥 但是又有机会给你和时间 给你去打磨 其实目前在这个整个中国 有七百万的这个外卖员 对吧 然后其中有百分之一是硕士生 然后百分之十五 都是大学以上本科的人 所以其实有很多高学历的人 都也干了跟你同样的事情 但大家还是很 在一个非常苦的情况下 还在坚持做一些 能够求生计的工作 因为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其实就需要什么的坚持 只有到梦想 还有梦想 还有那个燃起自己梦想的这个 在那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苦的日子当中去坚持下来 梦想最大的特点是纯粹 虽然实现梦想的过程会很复杂 如果你真想唱歌 你就回到家之后 你把你的制服脱了 你好好唱你的歌去酒吧住唱 然后要工作的时候 你就穿上你的制服去工作 你今天穿着这顿制服来应聘 这本身就是一种策划 但是你今天如果来应聘 其实按道理来说 你就是来应聘的 你不是来修的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我再问你一遍 除了歌手策划 还有别的觉得能干的吗 或者说如果杜老师那儿有兼职的秀场主播 你愿意去吗 我不想走网红 好 来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三盏灯 说实话瑞丰你今天打动我的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你酸心怀梦想 但是还脚踏实地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我们上海斗店的这个店员 我们有这个社会社区超市在无锡 工资是4K 我给的是我们的一个篮球课程的一个销售服务港 我给到您的一个岗位是婚礼策划师助理 考虑一下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去吧 对不起 老师 来 有请赵小叶和杨荣谈钱不算感情 来 这个薪酬要谈吗 加 加吗 我们这个底薪不加 但是我们是有住宿的 因为我们店员也是属于你的这个基本功加绩效的 所以是不能加的 不加 来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黑洞投资 随风奔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好 还是那句话想唱歌不唱歌的 太简单了 现在开一直播间 人数一 人气一上来了 马上就唱名公司找 好不好 谢谢 好 还是 太会了 其实 还是 你们 这 轻弃 这 帮助 鼻子 还